我叫何如南 他们都叫我男人婆 因为我 事业心满满 工作能力强 行事雷厉风行 精神坚韧不拘 就像个男人一样 他不敢胡说啊 不敢胡说 没什么不能说的 由于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 人们总是潜移默化地认为 一些优秀的品质是男性特有的 然而我们都知道 事实上摆烂不分男女 自然优秀也不该问雌雄 显然我们四个女孩的称号 具有外人民是属于男女老少嫌疑 敏感肌也可用的 其他人多多少少都沾点时代特色 男人婆 奥腾 现在都叫事业批 然而哪个诚心搞事业的 没碰上过几个王八蛋老板 这是我的老板大宝SBD米 让我扮婚纱展拉赞助 结果他收了场上的钱就跑了 现在大家都在赌着我 为什么是我呢 因为合同都是我出面去签的 他答应我办好了就提拔我当经理的嘛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还是太年轻 不知道画在纸上的饼他不能吃 最后替我还钱的是男主王浩家的公司 而我则要给他们打杂底战 一个月五百 但我是那种乖乖任命的人吗 我看准了王浩是个善良名理的小老板 且无意中发现公司竟然有个公然摸鱼的观光旅游部 我假装HR调出了部门资料 做了份企划暗藏在衣服里 到王浩办公室毛岁自建 我是一个管理学硕士俗话说上辈子不讲理 这辈子学管理 起划一个好案子让大家告别摸鱼我是不成问题的 我可以以公抵战 但是请让我用我的智慧我的 不好意思工作太投入了 果然Brenny is the new sexy 希望我的案子也可以让大家这么垂涎欲滴哈 震惊 妙龄女子在总裁办公室竟做出这种事 什么叫刮天理下百口莫辩呀 熊经理把她看到的添油加醋 汇报给了王浩的未婚妻鱼录 这下好吗 我也成狐狸精了 你在我老公面前脱衣服 你猜我会怎么对付她 我冤枉啊 你针对外人民也就帅了 毕竟她真想和王浩有一腿 针对方小平也行 毕竟她真的和王浩有一腿 而我真的真的只是想搞钱而已啊 反正给我戴帽子就是这样的 无所谓了 看开点 我的案子是建造中国内地第一个 那个版权狂摩乐园 董事们都很喜欢这个企划 结果鱼鹿却冒领了我的劳动成果 成为了我的顶头上司 还当着同事的面造我黄瑶 各种给我穿小鞋 她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 我只会努力加餐顽强生存 随时准备战斗 别人工作是为了干饭 而我干饭是为了工作 为什么我这么卷 因为人活着得有目标 像万灵以游戏男人为乐 小平以婚姻嫁娶为制 可这些都离不开男人 而我早就看透了男人 我轻视他们 他们不配成为我的目标 这背后的原因令人寒心 我18岁那年与一个医学生相恋 我们一起梦想为偏僻的家乡建一个医院 准确地说是他的梦想 但我因为太爱他了 和所有恋爱脑一样 我把老公的梦当成了自己的梦 于是我出去打工 每天做两份工 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 一个以为自己同时拥有爱情与梦想的女孩子 你无法想象她的潜力 可也就在这时 她爱上了我的亲妹妹 在我拼命工作的时候 他们却在拼命地虑我 他们跪下来求我的样子好狼狈 又好幸福 我成全他们的样子好体面 却好痛苦 这段爱情就像一场灾难 一个壮丽的皇宫在一瞬之间轰然倒塌 她是幸存者 她走出来了 她远远地回头看去 只是一滩满目疮痍的废墟 只有留在原地的人才知道 这里的每一个碎片都闪耀着我的心血 我想我就是喜欢我认真做一件事时 眼中闪耀的光吧 而男人已经不配 高贵的灵魂不应被低劣的感情污染 强者的热忱不会被小人的冷酷阻断 我反而更想实现建医院的梦想了 不能因为没有了爱 而忘了曾经拥有的梦 她走到你也可以 她梦留下 所以我把乐园的悬址放在这里 就是为了增加人流量 为我的家乡更好的招商影子 我的目标是实现自我价值 在这个世界留下一笔贡献 如果说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天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什么也别种爱情了 蓝音续果的故事太多 爱情是最不讲道理和逻辑的 爱情是最不考虑的东西 只有钱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精确到好理绝对不骗你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 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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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爱钱 做社畜男 做有梦想的社畜男 做一个老板为爱发疯的社畜 男上家男 我为了这个案子忙前忙后 呕心沥血 甚至去了一趟日本冬天取经 结果还是死于狗血辞尽 就因为教育了一个家暴男 被鱼鹿借题发挥给炒了 老白干全白干 我全给他用了 最后我就赚了六块钱 我的新事业是当外人迷的经纪人 把他包装成妇女 只有粉红姐姐上电视开会所 哪里有钱哪里就有我 一天一个叫孙念子的男人来找我们 说他妈妈是粉红姐姐的铁粉 想请我们去他家让他妈妈追星成功 那我们是很有原则的 绝不提供上门服务 原则那可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我的做人底线道德标准 得加钱 这个人可是我的 至爱亲朋 手足兄弟 得加钱 不论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嗯 我和我的原则都感受到了你的诚意 安排 我非常坚持原则 跟着钱的方向好 如影随形 绝不放弃 赚钱去 结果到了他家 他妈妈喜欢的竟然是我 因为他看中了我这张国泰民安家宅兴旺的脸 想讨我做儿媳 顺便还踩了一脚外人民 可是那双眼睛 老是在勾男人的魂 那才讨厌 把坏人民给气的 还不是 我看起来是随便就能娶的人吗 你妈这是一次侮辱了两个人 还有哈妹 她不配拥有新名吗 得罪我们猫眼三姐妹 你该当何罪 算了算了算了 我看啊 你家多付两千块钱的人生物费就算了 拿钱啊 你哪我惦记钱呢 我出来打工 我不惦记钱 我惦记什么 她说她妈妈得了肺癌 命不久矣 她想完成妈妈讨个好媳妇的夙愿 想请我和她假结婚 不用中谢 算这我也不打算结婚 假结婚又不用登记 连几天卸游能帮她经销 用得很重一笔 我们 我们卖了 看在她钱多得没出花的份上 我答应了孙念子的求婚 然后就开始收到了一些可怕的包裹 比如诅咒性啦 人生攻击性啦 被扎了一身真的新娘娃娃啦 一看就是个低配白李莫愁干的 为啥我每次结婚都遇上这种疯批女啊 下次不要姓河了 偏偏要写个盒子 我顶着压力完成了婚礼 他们一家对我也很好 唯一不和谐的就是 照顾孙老太的那个圆脸小护士小米 你看她 三分优怨 三分狠利 还有四分咬牙切齿的表情 生怕别人看不出她就是那个疯批女士的 我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些奇怪的修罗场 为什么要做诱的 也开始觉得利用别人的孝心来挣钱有点亏心 于是我把这场交易改成了无偿的 结果孙念子竟然又一次向我求婚 这次是认真的 她是一个建筑设计师 温文尔雅彬彬有礼 很优秀不缺钱 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纯情中带着一点憨厚 正经下藏着一丝狂野 怎么跟你形容呢 就是那种典型的 调戏起来一定很好玩 有时候甚至能让我某女娇羞 我承认我对她也有点好感 不排斥与她继续交往 她接下了美国的一个工作邀约 前途无量又正好需要人帮她处理人际事务 只要答应她的求婚 我就可以试验爱情一键领取 可是我无法忽视那个小米 她为了孙念慈跳河了 幸亏被恭喜救了回来 虽然她只是单相思 我就算为了自己的幸福 不管她也没有关系 可我实在不想用非百分百的事 却百分百的伤害一个人 爱情至于我 再爱也不是必须的 的确 谁都不想被谁弱谁有理绑架 可事实就是 坚强的孩子总是牺牲更多 我没有爱情也不会死 但有的人会 你是为了呈现小米才这样做对不对 我想我就是没有那个运气吧 遇到一段纯粹无她的感情 没关系 祝大家都恋爱甜蜜婚姻美满 而我只要发财就好了 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阿婆 她叫嘉华 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大户人家当丫鬟 和家里的文远少爷相恋 却因为身份悬殊被家里人反对 两人相约私奔 在这条河畔不见不散 结果文远少爷却再也没有出现 他每天都会来这条河畔 痴痴地等 终身未嫁 从一个小姑娘等成了嘉华阿婆 直到看到和文远长得一模一样的恭喜 她以为是她的文远回来了 医生告诉我们阿婆时日不多了 我在她的房间里看到一对恋人相爱的证据 泛黄的岁月锁着最鲜艳的青春 为什么阿婆能等这么久呢 而我的初恋却那么轻易地移轻别恋 我曾经那么渴望而没有得到的东西 却在别人身上看个淋漓尽致 一个一定会回来的我 却没有一个愿意等的人 一个愿意等的人 却没有人会来了 我想帮阿婆圆这个梦 就让她把恭喜当成文远 把他们当成我们 借别人的影子 摇曳我们未完成的梦吧 于是我们给阿婆念文远的诗 重温岁月的故事 还原记忆中的舞厅 演奏熟悉的旋律 循着爱情的线索 逆着时光 慢慢地奔跑 其实阿婆什么都清楚 她知道文远是假的 而看着一个厚重的生命 在虚幻的美梦中真切地凋零着 没有人会不心碎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文远为什么没有来 也许是她身不由己 也许是她根本没那么爱 但都不重要了 阿婆已经一个人完成了他们的爱情 龚先生 我知道你不是文远 可是你真的很像文远 让我觉得我终于等到文远回来了 所以爱情真的是两个人的事吗 还是一个人灵魂达到一定高度时 会有另一个同等的灵魂作为奖励出现 而那些走散在红尘中的人 是他们早已不知不觉 丢失了足以匹配你的东西 一个最不要爱情的我 却最为爱情动容 也许人世间的儿女情长 上演者实为消耗者 旁观者才是真正的拥有者 所以我还是要做那个爱事业胜过爱情的男人婆 在故事的最后也没有找男朋友 但在朋友的帮助下建了一个希望小学 实现了我要为世界做点贡献的梦想 爱情呢也不是一定不要 但是搞钱永远是正宫 你懂吧 好啦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多多点赞评论弹幕告诉我哟 也可以把想看的剧留言在评论区下方哟 我是香菜希望记得关注我 下期见某某杂